各位老师早 我们特别谢谢各位老师在假日的时候 波隆来参加研习 也要特别感谢文森老师 牺牲他的假日 上上礼拜已经帮我们进行了一场很精彩的新制图的应用的研习 他这次他就是要请他的功力来教导我们说 新制图要怎么样可以再更进阶的应用 那我等一下会把那个一些相关的连结整理一下 然后包括签到 签到的部分是因为其实就是我会改一下题目 如果看有签到老师可能再麻烦帮我签一下 有一些因为会后文森老师他还会抽奖 那所以我会有一些计算的地址 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老师你就觉得说 这个我个资我不想填就可以 就是pass过去就填个理这样子 然后那我们就是就我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欢迎那个文森老师帮我们开始今天的研习 在研习当中讯息区那边我会再贴一下 就是跟今天的课程有关的一些连结 还有签到的部分 然后再麻烦老师帮我填写一下 谢谢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那个 各位签到的时候 应该是有名字我就可以抽奖 所以各位就是认真听我练笑话 然后我后练完之后 那个最后我们抽一下几包咖啡豆这样 我亲手烘的咖啡豆 那延习的过程中 如果说有哪一个进行的过程中 我会把那个相对应的连结再贴一下 再贴一下 那所以各位老师不用担心 那刚刚那个整理的那一区 如果有哪一个没有 没办法开的话 等一下我会再重贴一下 好 那上次给各位的资料 跟这次给各位的资料 当然这一次的比较新 那重点 我把上次的重点讲一下 我分享一下画面 各位应该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那个 我还是跟各位建议一下 我们线上课程 其实那个电容麦克风的收音 真的效果还不错 声音听起来比较美妙 所以如果各位上线上课的话 建议各位还是买个电容麦克风 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接下来就分享一下画面 好 好 那我们上一次呢 已经跟各位有分享过 新制度用在记忆 学习记忆 阅读理解跟写作的练习的部分 它都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达到 我们阅读理解记忆的一个功效 那我想各位跟我很熟的都知道了 就是我的东西就是 我都会尽量想办法把它弄得很简单 因为工具简单才好上手 那好上手你才会常常用 才会养成习惯 那养成习惯之后 会变成自己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工具 那那个工具才会有实用的价值 那所以各位也不用太在意我讲的 就是你知道有这些东西 然后你也不用一定按照我的步骤 或者是说一定按照你去学什么东西 然后一定要按照它的步骤方法 其实没有必要 你觉得哪里要改 哪里要修 然后变成你自己的能够内化 那个就会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你去外面学的外面的心智图 然后它有很多的规定 我是建议你听听就好了 你把能用的挑起来 然后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转化 那我这边提供的都不是学术的东西 都是实战的经验 实战的经验 然后重点的美感 那所以各位听我练练笑话之后 如果有一些建议意见 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让我也有改进的机会 好 那所以上次我们用那个社会常见的十种心理学 做了简单的阅读记忆练习 那不晓得各位还记得吗 今天那个今天应该有蛮多是上次没有来的 好 那没有关系 那各位我们 开一下那个第一个jembo 那个 复习社会十大心理学的部分 我把那个连结再贴一下给各位 好 请各位先 好 请各位先进来这个jembo 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到 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到 那我们在阅读理解之后有一些复习记忆背诵的方法 好 然后也跟各位用这个社会十大心理学 然后也跟各位用这个社会十大心理学 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内容 那经过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想如果你回家 坦白讲如果从上上上个礼拜到今天中间你有去稍微回想一下或者是复习一下我两个礼拜前讲的内容的老师 请在讯息列加一 我想应该很少了 因为一般老师听完研习之后呢 回去就忘记了 但是你有真的练习的 你就应该会觉得 那个应该会觉得蛮有效的 好 那我想应该大部分老师都没有去做这个练习的动作 不过不要紧 经过上次上课之后呢 你到现在 经过了两个礼拜 中间没有任何复习哦 中间没有任何复习 我也没有提醒你复习什么事情 那我想请各位 你进来这个Jumbo之后 如果你是上次有参加过研习的老师 如果你还记得多少 请你在Jumbo上面 这边呢可以新增加便利贴 直接点一下便利贴 把你记得的十个心理学的关键字 哪十种 记得我们上次是用陆海空嘛 一二三 然后有六种动物 然后四个非动物 请你把这十个东西写出来 直接贴上去 就凭你上次到现在为止两个礼拜的记忆 还记得那一片那个澡堂 屋外的草地上有什么动物在上面吃草 然后跟天空上面的什么昆虫在玩 然后这时候湖边有人想要吃谁 谁又想吃谁 堂堂补偿 黄雀在后 然后呢 最后 惊动那个 吃草的那个动物 被什么东西刺到 然后冲到撞破澡堂的窗户 然后那个澡堂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各位如果还记得这十个东西 请你用一下便利贴 回想一下 用一下便利贴把它贴在上面 我们给各位两分钟回想一下 那第一次进来的老师 第一次进来老师 我们在那个资料里面 我们在给各位的资料里面呢 给各位的资料里面 在第一次的那个新制图初阶研习里面 这边有我们上次的 那个社会常见理论 那趁那个已经上过课的老师 在做恢复记忆的动作呢 那我这边就简单的再讲一下 我们上次在网路上找了一篇文章 然后呢 简单的阅读了一下十种的常用的心理学 然后这十种常用心理学之后 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手法 就是把它做一些分类 做了一些简单的分类 然后分类完之后 有复习一些简单的记忆原则 然后让老师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 想象一个故事 想象一个画面的方式 去把这十种东西记下来 记下来 那所以这是上次的教学的内容之一 那现在已经上过课的老师 已经在那个Jumbo上面做回忆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 已经有老师在开始在贴 那我想这些正在复习的老师 经过两个礼拜 通常你在那个学科上面 你在学科上面的学习 不管哪一个领域 如果老师上完课之后 你回去两个礼拜 你完全没有复习的话 我想你应该两个礼拜之后 是忘光的 那各位可以去查阅一个东西 叫做遗忘曲线 这个叫做爱生豪斯遗忘曲线 那所以如果说今天 你这个东西学习完之后 你没有去复习它 它九个小时以后 会记忆保留 保留会九个小时以后 会只剩下三分之一 只剩下三分之一 所以那如果六天以后 会只剩下四分之一 那通常剩到三分之一以下的话 就很难再回想起来 那所以我们会习惯呢 在如果你是真的要去做学习跟复习的情况下 我们会在你调到 就是你调到三分之一之前 很快速的复习一下 它就会恢复到百分之百 然后它的那个遗忘的曲线 第二次以后会越来越平缓 越来越平缓 然后所以在下一次 你在要遗忘之前 你在很快速的复习一下 它这个曲线就会上去 然后一直到后面 当你复习越多次之后 你的那个短期记忆就会进入长期记忆 就会很容易记得 那当然这是一些理论的部分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还记得的 好 我们上次讲了十个理论 十个理论 那所以呢 我就随便找一位老师了 好 我们把那个故事在眼睛闭起来 在脑海里面复习一下 那个草地上有羊在吃草 然后一边吃草一边玩弄空中飞的蝴蝶 那这时候呢 青蛙想要吃那个蝴蝶 正要吐出舌头的时候 然后那个碾鱼在后面虎视眈眈 对不对 然后碾鱼的后面呢 螳螂补偿 黄雀在后 那个鳄鱼在后面 想要把碾鱼给吃掉 然后这时候那个 羊一边吃的草 因为一边在玩弄蝴蝶 所以不小心就去碰到了蝴蝴 那所以被蝴蝴吃到之后呢 羊群就跑去撞破 这个农场的窗户 那这时候那个 正值二八年华的妙龄女子在 在那个木桶里面泡澡 然后被撞破的窗户吓了一跳 看一下手表 十点了要上邱老师的课 这样子就把十个东西都记起来了 那这十个东西呢 相关的理论上次我们也都知道 所以只要老师把这十个理论给记起来之后 我们提到那个相关的字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内容给说出来 好那这个是上次的记忆的快速记忆的方式 快速理解跟记忆的方式 那请各位把那个jembo移到第二页 第二页 那我们上次呢还讲了一个阅读跟写作 好就是上次讲了阅读的那个摘要的步骤 跟写作发响的一个步骤 不晓得各位老师还记不记得 好那如果再给各位两分钟的时间 好那各位还记得那个步骤吗 你可以用自己的还记得的部分 把那四五个步骤把它贴出来 不管是你要讲阅读理解的记忆的 还是说那个作文的部分 怎么样去写作那几个步骤 好那如果没有经验的老师 就是上次没有上课的老师 就是我们在上次的资料里面 有一个作文演讲 好不是放在这边是在 在我们这一次的课里面 好我从这边讲好了 好那个还记得的老师呢 你就恢复一下记忆 第一次没有上过课的老师 我们也来恢复一下记忆好了 那已经还记得的老师 你可以在jembo上面贴一下 好那我们上次讲要写作文的时候 就是先发想 所以小朋友会想一大堆的东西在上面 那所以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是做分类归类的部分 所以你把继续文的写作的四个段落起成转合 把它贴在第一层的分类之后呢 就把学生发想的部分 直接归类在后面四个部分 好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去整理你的架构 你看哪一段不够多 内容不够 那就可以再去针对那个地方再去做补充 然后补充完四个段落连接的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就会从里面挑一些关键 他想要写的那些关键字的内容 去做一些发挥跟连接 然后最后加一些做一些美化 可能加了多元感官的形容啊 或是加了一些故事礼语啦 或者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等等 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作文给完整的拼凑出来 好 那这是上次上课的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 好 那我们今天要进到 进到那个 今天两个部分 前半段我还是会在那个 阅读理解跟记忆背诵的部分 做最后一个补充 等一下会讲这个例子 好 那这个例子也是在给各位的资料夹里面 在我们这一次 这一次的资料夹里面有一个进阶教学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国中的课本的例子 好 那我把它打开 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好 那这个例子是这样子 我家的小孩呢 在 在国中的时候 他们有一群很要好的同学 就几个人一群这样 那我们就是跟家长同学都很要好 那里面就有一个开 在那个租算补习班的老师的家里 他的小孩跟我女儿是同班同学 那那个小男生 因为男生嘛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是不喜欢背 那所以像这种要背的东西 要背的科目 我的成绩是很差的 好 比如说那个考北连的时候 满分140分 社会科 满分140分 我只有考80分而已 好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 要背的东西对男生来讲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很喜欢 那所以呢 有一天 那个第一次月考完之后 那个妈妈就跑过来找我 就说 文尚老师 我知道你在教新制图 你有没有办法 我们家的那个小男生 在生物的那个分数都很低 每次考试都30分40分 他觉得很难过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问我 有没有办法 提升他们这个 生物课的 的这个能力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也对生物 我也不是很熟 那不过就是 我就跟他提出说 那我可以花个 两三次的时间 教他们新制图 那于是我就 那时候他们的进度 刚好是这个血液循环系统 那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示范 我就把那个自修翻开 那自修翻开之后呢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章节 那这个章节主要是讲 血液 血液循环的系统 那包含呢 血液循环跟淋巴循环这两件事 然后我就大概翻了一下 他的血液循环系统 主要的两种循环 是体循环跟肺循环 然后他的血液的 运送 运送的内容 他也包括他的 体循环跟肺循环的一个 运送的途径 然后还有心脏的结构 他介绍这些东西 然后血液 怎么在身体里面做营养的 跟空气的一个交换 然后淋巴就是讲淋巴 他的那个淋巴液 他的营养 怎么样在里面做交换的一个传输的系统 所以大概是讲这些东西 那所以我就简单的利用那个自修翻开来 我把它做简单的摘要 那摘要之后呢 各位看光看这个摘要 其实还是很多东西要记 对不对 那很多东西要记呢 我就想说 呃 我们以前各位 如果有去 有去那种南洋街的补习班 你会发现那个补习班很厉害 老师都会跟你讲很多的口诀 很多的故事 然后很多的口诀 那听完故事 听完口诀之后 哎 你就好像把里面的东西都记起来 好 那所以我就模拟他的那个方法 好 我就稍微把这内容看了一下 然后这两种体循环呢 呃 呃 两种循环 一个肺循环就是指心脏到肺部的一个循环 那心脏到肺部呢 肺部主管呼吸嘛 所以当然就是做这个空气的交换 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的部分 那身体的部分呢 就大概就是心脏到肺部以外的一个所有的身体的部分 然后他就当然就是负责氧气跟氧分的一个循环交替的部分 那这两种循环其实你看他的内容 内容不多 那你只要把那个原理的部分想清楚 其实他就很好记 因为他都在 他循环只有两种 那每一种循环里面只有两个重点 好 所以这种东西你看了之后大概就很容易记 这个就不用去处理 好 都不用处理 因为他已经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他是属于那个7加减2 他是低于 低于那个7个以下 所以是很好记的东西 所以就不用处理 好 可是你看到那个血液循环的部分呢 你就会发现他里面讲的东西很杂 好 我想各位老师 你以前学过生物 这里面你不是生物老师 那不是生物老师 你到现在 我想应该也都忘光了 那我们就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好 心脏的结构 心脏结构呢 你把它 拆开来 就分 把它切成四份 那上面是心脏 下面是心室 下面是心室 所以分 左心室 右心室在下面 然后上面是心房 左心房 右心房 那所以呢 我就找了一个 我就找了一个口诀 那时候刚好就想到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到当兵 当兵 你在部队里面 我们那种大头兵都是被夏氏管的 那所以呢 夏氏在那个 我们都睡通铺 可是夏氏就会睡在小房间 他们辅导长 那个排长都睡在小房间 所以夏氏住上房 在那个部队里面 夏氏是住在比较好的房间 所以夏氏 这个氏就是心室的谐音 夏氏 然后住上房 就是 这个房就是心房 那上面就是心房 所以下面是心室 上面是心房 下面是心室 有没有 好 各位 下面是心室 上面是心房 所以夏氏住上房 所以上下你就很容易区分 对不对 好 夏氏住上房 好 然后再来呢 那个 血液的运送的部分都是下去上回 所以就是从下面的心室流出去 然后从上面的心房流回来 这是你从里面找出通责 好 然后接下来 体循环的部分 就是身体里面的循环 那身体里面的循环呢 我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刚好跟这个现实的情境是一模一样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集合的时候 那个班长都会集合大家 那集合大家那个动作慢的啦 或者是不听指挥的 或者是那个天兵 就常被班长处罚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一个动作不对 或者动作稍微比较慢 然后 那个 班长就会骂你 然后甚至会修理你 那修理的方式 就是全副武装 就叫你说 这么笨啊 就先骂你一顿 然后骂你一顿 就是看到那边那棵树没有 你给我绕着那个树木 左去右回 这个场景 我想各位有看过军教片的 应该都非常熟悉 有当过兵的老师 也非常熟悉这个场景 那所以那个阿兵 就会被班长处罚 然后就全身武装 就从部队里面 跑去绕那一棵树 左去右回 那如果这个过程中 动作又太慢 那个班长还会再踹你 踹你两下 叫你再去跑两次 好 那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呢 左去右回 阿兵哥被班长体罚 所以这个是体循环 那左去右回 所以他就从左边的心事出去 各位记得吗 那个出去都是从心事出去 下去上回吧 所以就从左边的心事出去 然后右边的心事回来 左去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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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体循环 给记忆起来 好 好 那再来呢 肺部的循环呢 好 那 他在这个整个整队的过程中 然后他常常会粗糙 那粗糙 叫你想左我转 想右我转 有时候 他会故意讲得很快 那讲得很快反应来不及 那 那个比较没经验的天兵 来就会做错动作 人家向右转 你就向左转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骂你是废物啊 好 那个所以就骂那个天兵 好 你是废物啊 然后 人家叫你左去右回 你就给我右去左回 气死班长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这个废物 就是废循环 然后那个 因为大脑缺氧 所以常会记错的 做错动作 好 因为肺部需要吸收氧气 然后他就笨的右去左回 好 所以 体循环是左去右回 那肺循环就是右去左回 那一样是下面心事出去 上面心房回来 好 然后 那个流的过程呢 都是从大血管到小血管 所以就是 心事出去 然后主动脉粗的 小动脉细的 然后到最细的微血管 做交换 然后小静脉 小血管 然后大血管 大静脉 回来 然后到左边的心事 到右边的心 左边心房 到右边的心事 好 这样大到小 交换 然后回到大 这样子就把整个 东西 都把它变成口诀化 跟故事化 那这里面的重点是说 好 我们用这种方式 让他很容易的记忆 但是有一个部分 要各位要注意一下 好 你编的这个故事 你编的这个故事 是当兵的故事嘛 那你的学生是国中生 他有没有先辈经验很重要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编的那个故事 跟他的先辈经验是没有连结的 那他肯定记不起来 那这时候最好的方法 你要给他先辈知识 那这个故事 这个部分 如果他没有先辈知识 你就必须给他这个先辈经验 那最好的方法 其实就是讲故事 所以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都会先讲一个故事 讲那个当兵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把这些东西安排进去 讲当兵的故事 然后把这些内容安排进去 那讲完故事之后 讲这个讲义内容的时候呢 再把这些故事给提炼出来 然后这些关键字 关键的地方提炼出来 然后对应到他要背的东西 那因为他听过故事了 他就有先辈经验 那特别是你讲的故事 又生动又好笑 你知道学生最喜欢听老师讲什么故事 第一个是恋爱的故事 第二个是当兵的故事 第三个是别人的糗事 好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去 把这些故事给安排进去 那所以你讲的那个故事 越精彩越生动 他的记忆 他的脑袋的图处连结 就越强壮越多 然后所以我们再把那个 要背诵的步骤跟 跟那个东西给安排进去 那学生只要记得这个口诀 记得这个口诀 然后像这个比较有逻辑的 他把心脏切四半 然后下面是心 下面是心法 他其实简单的画个图 切四半 他就完全记得 那个整个心脏的结构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一些这样的手法 就可以把这些该背的东西给背起来 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图 这些图都是网路上找的 那后面呢 因为后面的部分 就其实内容都没有超过那个大脑的记忆容量 所以很简单的 大概就是看一下就知道 我就没有再去做特别的连结 好 就这样一个故事呢 讲完之后 然后当天就给学生复习 复习了之后 各位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讲 背诵跟记忆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叫做冥想 所以你要他记忆的时候 这个可以先关起来 关起来对不对 那关起来之后呢 你就让他去脑袋里面去呈现那个画面 去想像那个故事 然后就可以把内容给讲出来对不对 什么心脏的结构 然后让他去想 他就下师柱上坊 所以下面是心室 上面是心坊 然后体循环对不对 那个天兵被班长骂 被体罚 然后绕着 绕着那个大树左去右回对不对 所以就是左心室出去 然后右心坊回来 然后肺循环就是相反 右去左回 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背起来 背起来之后再打开来对照一下 对不对 那如果对了 表示他就完全记得 对不对 那如果不对 就再看一下 再记忆一下 再回想一下故事 再对照再记忆一下 把那个连结变强变稳固 那等到他完全记忆一下 记忆住之后 其实他的复习就很简单 利用睡前上个厕所的时间 关起来想一下 打开来对一下 10秒钟20秒钟就解决了 所以他要复习 对他来讲是很简单的事 然后到隔天 可能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 打开看一下 关起来想一下 这样就完成那个整个记忆的流程 所以他可以用琐碎的时间去做记忆 好 那所以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 然后他也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练习之后 我其实那两天上完课之后 我就忘了这件事 那一直到那个第二次月考回来的时候 那个有一天那个邱妈妈就 她一样姓邱 就突然很兴奋的跑来 找我 带了一堆水果这样 然后 就跟我说 邱老师 你的方法真有效 他的那个儿子 就 第二次月 应该是第二次月考 第二次月考这一课 就这一课 他就小考 他的月考 就考了87分 真的不多不少 87分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他非常的高兴 好 那这是实际的案例 实际的案例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所以当你在做 尤其是像那个社会科 自然科这种很需要背 然后 这些东西 其实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安排 那 当然 如果 学生 我们等一下 今天会讲到那个后设认知 跟个人自学的一个重点的方式 那 其实初阶 初阶 初阶的方式就是老师你把这个方法安排好 初阶是因为学生 他一定没有办法那么厉害 可以把这些东西安排进去 所以初阶是需要老师协助的 那老师协助的部分就是你要把这些记忆的策略想象好 那顶多让他安排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 然后就是你要去做协助 他才有办法去想出自己的故事 那初阶的学生没有办法呢 所以你就必须先想好你的故事 然后去套 那学生只要按照你的故事去记 他其实学习能力就可以上升 那当然比较进阶的我们会希望说 连故事学生都自己想 那想完故事之后 他要把那个故事的关键跟架构给抓出来 去套到你的要记忆的东西上面 这个是属于进阶的技巧 这个真的是要练一段时间 老师有策略的教一段时间 那这种东西呢 外面补习班都不会教你 补习班顶多在第一个阶段 包括你常常听到那个 什么普林斯顿啊 超强记忆训练班啊 那个鬼松松有没有 你上一个月的课要上万块的那一种 那个都是只教到上面第一个阶段 因为第二个阶段 那个是苏普老师的特殊技能 他也不会教你 所以像你们去参加什么 孟恩啊或参加什么 那些很厉害的苏普老师 他会跟你讲他的步骤 比如说MAPS 你要翻转教育MAPS 你就照这四个步骤去做 你教学就可以教得很棒 他会跟你讲说这四个步骤怎么做 你就照着他的步骤做 各位这是属于第一个阶段 所以他安排好这个方法 你照着操作 你的教学就会很棒 但是他不教的是什么 他怎么生出那四个步骤 对不对 那各位我们今天都会讲 都会讲 所以如果你要再更进一进阶的话 你必须要有办法自己去做 这样的一个安排跟操作 好 那这是我今天分享的很重要的第一个例子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到 那个 呃 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跟工作业务有关系的 好 上次讲到XMINE 那XMINE呢 呃 我们在 常常 尤其我们很多老师都会兼 行政 或者是你有一些接一些计划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上 呃 在我们的工作规划里面 其实有分享两个档案 那之前分享的更多了 你也可以找之前的那个 档案来看 我里面分享很多东西 这个是10 呃 其实我99年就做了这个规划 那时候在学校里面 呃 我是负责交资讯的嘛 那其实我就不喜欢 那时候国小资讯也没什么课本 那我也不喜欢照着课本交了 说实在的 那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 三年级教哪些内容 好 然后四年级 教哪些内容 五年级教什么 六年级教什么 然后社团上什么 我就做了一些简单的规划 好那后来呢 在100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就是 呃 学校的一些架构的改变 那改变之后 呃 需要把电脑课排给导师 那排给导师 你就会发现 呃 如果你没有规划的 没有要求的话 那时候我当教务主任 那他们就会让学生自由活动 乱玩 然后因为这些老师导师也不会教嘛 这些内容导师也不会教 那所以我就再做第二次的精简 就是把那个 这个 我会把 红色的部分 就是每一个年段必会的 你今天老师再怎么不记 你不懂 所有的东西没关系 但是拜托老师 你今年三年级 你要教会这个红色的部分 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这低标 那高标 其他东西你 你会教很好 但是最低标 你要达到这基本的要求 所以又又 所以他就 又做了分层的分层次的管理 然后又做了聚焦 你每一样东西 我就聚焦三件次 你把这三件次交完 交会就好了 然后又因应那个线里面的一些竞赛 我就又做了一点规划 三年级有这比赛 所以三年级重点就是要会这个 四年级重点就要会这个 五年级重点要会这个 六年级重点要会这个 然后可以参加线里面的什么比赛 我们那时候都安排的很妥当 好 那所以 你就会发现 你如果有在做一些规划的老师 不管你是主任还是组长 或是你教学上面有一些规划 你可以把新制图做成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呢 新制图里面他其实也有鱼骨图 他有鱼骨图 那鱼骨图呢 他管的是就是进来时间跟出去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做流程的规划 流程时间的规划 那我们在运用上面呢 其实我们会是比如说 我知道哪一天要发生什么事 那我今天到这个事件要发生之前 我就会先去做规划 我既然知道每年的四月底都要全国赛 那我什么时候要做全线的选手集训 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做县内赛的复赛 然后要做全国赛的准备 那什么时候要做县内赛的初赛 我就会把那个时程都规划好 那那个时程要做什么事 你这样子用那个鱼骨图去做一个呈现 就会很简单很清楚 那老师一看就知道 你也方便做专案的管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input跟output 如果你有一件事 比如说你的人生规划也可以 我想以后要 比如说规划我未来可能要走这个电竞产业 我以后要做那个电竞游戏 那做电竞游戏它可能有某些是需要绘的东西 最后一定要绘的能力 那我就可以分齐层 我国小要可以学哪些 国中学哪些高中学哪些 大学学哪些 我可以分齐层把它分出来 所以他也可以做这样一个鱼骨图 那这个部分就是纯跟各位做分享 跟各位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那我在第一次给各位的资料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新制图档 各位有空可以去翻开来看 那接下来 我要进入今天的重点 要给各位练习的部分 要给各位练习的部分 上次呢 我们讲完了那个社会常见理论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 用这一个图来带各位进入今天的重点 社会常见理论的后设监控应用 这一个 这个档案都有给各位 各位都不用抄笔记 上次我们已经有给各位讲了 这十大社会理论 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我们简单的快速带过一下 因为今天太多第一次来的老师 蝴蝶效应就是一刚开始的小事件 然后后面就会变成很大的事情 然后刺慰法则 就两个很厉害的人 或者是事 两个很厉害的人 我们要放在一个组织里面 他们慢慢会找到彼此最适合的距离 然后该做什么事 不该怎么不该做什么事 怎么样合作 他们会找到那个合适的方式 那羊群效应就是一群羊里面 当大家都没什么意见的时候 这时候只要有一只羊往哪边走 大家就会跟着往那边走 所以你就就是在 在一群没有意见的人里面 如果有人特别喜欢讲话 那那个人讲的话 就变成意见领袖 大家就跟着往那个方向去想 这也是社会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那青蛙现象就是温水煮青蛙 所以如果你要推事情的时候 不要一次全部就啪会吓死人 对不对 所以慢慢来一次给一点一次给一点 那链鱼效应呢 就是保持团队活力的方法 就是常常丢一些 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工人员的团体 或者是一个同性质的人的团体 那你偶尔就要丢一个老师进去 去搅乱一池春水 大家就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想法之类的 然后鱷鱼法则呢 当你被很可怕的事情缠上去的时候呢 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牺牲一条腿 那你至少还可以全身 虽然不能全身而退 那至少你可以保住你的命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如果你还要跟他死缠烂打 最后你可能会连命都赔上去 对不对 那木桶理论呢就是 木桶装水的多少 取决于那个木桶里面最短的那根木板 所以如果你一件事情要做的好 你就要把那个最最难做的那个事情把它给搞定 班级经营里面学生要带的好 你就要把最难搞的那个学生给搞定 你整个班级经营就会很棒 那手表里手表定律就是一个 一个团体里面只能有一个标准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标准 有三支手表 那这一支晚个两秒 那一支快个三秒 这一支慢个一分钟 那你就不知道现在到底真正的时间是什么 所以一个团体里面规则只能有一个 方向只能有一个 准则只能有一个 就不会乱 那破窗理论就是 一个窗户如果被打破了 然后这个地方你不去维护它 很快的那周边的窗户都会被打破 就是那个丢垃圾效应 所以小地方是很重要的 要马上处理 那二八理论就是八十二十法则 所以我会习惯把那个 百分之八 你顾好百分之八十的科目 其实只要百分之二十的力气 所以我考试也是考到百分之八十分 我就满足了 因为你从八十分要考到一百分很困难 你要花尽八成的力气 才能够从八十分 补满那二十分到一百分 那与其这样 我不如把那个百分之八十的力气 节省下来 我去补其他百分之八十的科目 所以类似这样的方式 然后 我们很快的把这十个理论给 给复习了一下 好 那今天 可是今天重点不是在了解 上次讲到理解 跟记忆 对不对 那这一次 这一次的重点是这样 来各位注意咯 刚刚还在打瞌睡的 现在可以醒来 好 这一次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就是 我们要教各位后社认知 那新制度可以结合各种理论 包括如果你是 一个工作的执行者 你可以结合PDCA Plan Do Check Adjust 那如果你是做规划做企划 你可以结合5WH 对不对 How Way How How much Why What When 这些东西 你去做规划 企划 或者是分析 你就可以把事情很完整的给分析好 计划好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结合的各位的重点 其实如果你可以把后社认知这一件事 结合到新制度里面 那你的这一生 甚至你教的学生就可以获得人生的翻转 所以今天的重点是这一个 那后社认知的最简单的层次就是 脑袋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框架 好 那所以最简单的层次就是 你脑袋始终有一个框架去看事情 那比较高的层次是 你可以找出那个框架 你如果可以找出那个框架呢 你的后社认知的能力就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顶级的老师 那如果你只是初级 你的框架就是别人给你的 好 那所以现在我先给各位这个框架 我们先做初级的部分 好 那你说要培养后社认知 到底要怎么培养后社认知 我先额外话先提一下 我上次给一个自我成长 因为后社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通常好像是在研究所才会 如果你有需要到那一类的课 老师才会讲到 但是呢 其实后社认知没有难到需要到研究所才教 其实国小就可以教 好 我也在学校里面有试过 这些效果还不错 好 那后社认知到底要怎么学 弗洛伊德的那个我 他把它分成三个 一个叫本我 就是生物我 然后一个叫自我 一个叫高我 那什么叫本我 就是你的人性 动物本能 肚子饿了要吃 看到美女就喜欢 遵循你的身 你满足你的身体快乐的原则 这个叫本我 就是 好 就是 生理需求的部分 好 那第二个 当你上学之后呢 好 你接触社会之后 你会开始用你的脑袋思考 好 然后辨别说 哎 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应不应该做 你会有一个你的价值判断 好 那这个部分展现你的人格 这个是人才有的 人之所以跟动物不同 是因为我们有脑袋会思考 好 然后会学习 那所以你就会思考 别人的观感 哎 到底这件事该不该做 然后跟现实的一个拉扯 你的脑袋里面会有一个 呃 天使的我 跟一个魔鬼的我 两个会互相的拉扯 这个叫做自我 好自我 他可以展现你的人性 好 然后呢 在上一个层次 我们一般 一般人都到这两个层次而已 好 那如果你真的要与众不同 你就必须发展出高我 好 那什么叫高我 好 高我其实也分两层次 好 第一个层次就是 你 可以 怎么讲 就是脱 你的灵魂跟肉体可以脱离 想象的 好 不是真的脱离 真的脱离太玄了 好 可能那个要呈现之后 好 你可以想象你的灵魂脱离你的肉体 然后呢 在你的 在你的肉体的上面 飞在你的肉体上面 然后去看着你自己的肉体在做什么事 好 这是最基础的高我 那所以你就可以跳出自我变成第三者 好 变成第三者 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这个叫高我的第一个层次 那再上去呢 你可以转换你的视角到那个我常常讲的上帝视角 好 所以当你去 你如果可以切换到这两个层次 你就拥有高我的能力 那这个高我的能力 会让你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 是 但是 比如说你 当有一天 你发现 比如说我们讲之前那个火烧车 如果有一天你带学生出去校外参观的时候 校外参观的时候 那如果发生了火烧车事件 如果这个老师的层次很低 他只有想到自己 生物本能看到火就自己就落跑了 对不对 他层次就很低 但是如果他稍微正常的人 他会思考到 我有学生要顾 那所以呢 我如果自己跑出去 我就从此以后 我就抬不起头 我就要面对社会的人的指责 但是 我就会开始去思考 对不对 那所以他就可能会 一边指导学生讨 一边自己也想办法讨 就是一起做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救不了了 最起码我自己跑出去 我能救多少算多少 救不了 在我牺牲之前 我能救多少算多少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就自己跳出来 那真的救不了的我就没办法 那这个是属于自我的部分 就是你会有一些拉扯 然后最后你的选择 然后呢 那如果 可是如果你 到了上帝视角 那你可能就会 牺牲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牺牲了我 可以唤醒社会大众的一个 一个价值观 然后那我从 从此我呢 就不再是只有我 大家都变成了我 因为大家就效法我的这个牺牲 从此以后学生就可以得到救赎 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变成高我的想法 那你就会觉得说 牺牲是没有关系的 为了为了学生 我是可以牺牲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已经跳脱到高我的层次了 那这两个层次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我想很多老师你在学校 或者是你兼行政 有时候长官会有一些打压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自我层次的老师 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我都已经这么认真 这么努力了 你长官还要打压我 你还要黑我 那算了算了 我大不了不做嘛 我不做我也没损失啊 对不对 我没损失啊 然后我反而好像更轻松 我就不用做了啊 对不对 我没有差啊 所以如果你是停留在自我层次 你会这样想 那或者是会很难过 我就做不了那个我想做的事了 很可惜 然后从此你的人生就变灰暗了 变黑白了 但是如果你有高我思考的 你就会想说 好 我就跳出 我就跳出自我 你就灵魂就抽出来 就看到那个自己被人家虐待 对不对 你就会想一想 嗯 这种情况 是不是像那个 像游戏 我们常玩很多游戏 对不对 如果你是在玩大富翁游戏 好 你如果要 要 你玩 奇怪你玩大富翁游戏的时候 你就会全盘思考 好 那所以游戏如果输的话怎么办 再赚就有 钱没了 再赚就有了啊 今天这个人挡住你怎么办 我绕路嘛 对不对 我绕路啊 没什么大不了 路不是只有一条 对不对 今天他让我失败 那我就可以检讨我的失败原因 我再玩一场 可不可以 玩那个电动游戏的时候 死了没关系 再开一局 那所以当你有这个高我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 用这种方式去做思考 你就会发现 哎 你的人生 其实跟这两种思考方式 人生会大不同 好 那所以 呃 训练那个 呃训练后设认知 其实 你可以从这里跳到这里 你第一个层次就可以 所以我们回到 回到刚刚这个部分 你想一想 好 你就 你就用 呃 你就想像就好 想像 哎 各位应该看过那个电影 那个 时间大师 啊 那个 Marvel 系列的 好 那个时间大师 呃 那个 高 得 那个 那个 那个法师 在训练那个时间大师的时候 不是在他的眉心上 打了一下嘛 然后那个 那个很帅的那个英国 那个明星叫什么去了 他就 古一法师 对 古一法师就 不是在他 头上按了一下嘛 然后他的灵魂就 跑到他的身体后面啊 然后他就很惊讶的看着自己的肉身 跟古一法师在互动 对不对 好 各位你就想像这件事就好 好 奇艺博士 对 奇艺博士 你就想像你能够做到这件事 好 所以当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这件事情 好 我去想你整个学习过程 然后哪边架构是可以抓出来的 哪边的步骤重点是可以抓出来的 你就可以做到抽象化 把这些东西抽象化变成新制度 或变成步骤 变成你的这个教学的卷宗 行政的卷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好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一题 回到这个练习上面 各位 我们上次讲到蝴蝶效应 那我们原理都知道了 原理都知道 一般的人你在做读书会的时候 或者是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时候 他就知道原理了 那知道原理之后 他就仅此而已 他只做低阶的理解记忆 低阶理解忆 低阶理解忆 然后考试考完就不记了 就忘记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与众不同 你就必须做后面的高层次思考 那各位知道后面高层次的思考 就是应用分析 评估 创造 好 那所以呢 你就要把那个后设认知拿出来 我每次在做学习的时候 不管我去看书看杂志 我去听Podcast 我去看新制图里面 我去看那个课本 上课的学习 或是我自己去看那个YouTube 听人家的那个读书心得分享之类的 每次的学习完之后 如果你算是很认真的 你至少你都会记一些重点 对不对 可是记完重点 通常一般人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你就不会去想后续 可是重点就是这个后续 那我今天要给各位的后续就是说 当我们身为一个老师 你学完一个原理之后 或者你去外面听了任何事情 包括生活上经历的事情 甚至你去看一场电影 你去吃个豆花 你看到人家做了什么事 都可以加后面这个部分 各位 我们身为一个老师 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脑袋里面有一个监控的东西 那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什么 我在教学上面可以怎么用 我在行政上面可以怎么用 我在日常与人相处 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怎么用 各位 我今天 把这 这几个重点 应用 把它 用 落铁 磕在你的脑袋里面 所以各位老师 以后你 遇到任何事 甚至是招会 你听老师 听校长报告 讲了任何事情 生活上遇到任何事情 请你的脑袋监控机制 出来 诶 这个事情 我在教学上 可以怎么去用它 可以怎么改善我的教学 生活里面有哪些现象 是属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 我在行政上面可以怎么用 请你去想这些事情 所以 如果你有做这个练习 保证你日后可以翻转 你会成为那个 Super教师里面的Super教师 好 所以 我现在给各位的脑袋 种下这个苗子 把这个东西 镶在你的脑袋 所以以后你要去 以后 你只要 要 遇到任何事 你的脑袋里面 把这三个事情 拿出来想 你就会有 有了高层次思考 好 然后 这个 这个动作其实就是 后设的能力 好 你就已经开始有了 初步的监控能力 好 那 当你有了这个监控能力之后 你就会去 去思考说 日常生活有哪些现象 都是这样的 好 都是这样的 你就跟生活有了连结 这个就是素养化的能力 那有了连结之后 你就会想说 那我要怎么用 怎么利用这些原理 好 那你就会有了创造力 各位 这个就是 我们新课纲里面的 最重要的那些核心跟重点 那这些当然也可以训练学生 好 那所以呢 当你有了这样一个想象 跟 跟你的那个监控的能力之后 哎 好 你对蝴蝶蝶下 你可能就会想说 好 比如说 哎 那像那个数学有结构的东西 好 那所以我的初始概念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你的初始概念 一定要再三的确认 小朋友一定要会 好 以免他产生迷思概念 那个迷思概念 日后是会扩大错误 扩大错误犯错的机会 所以你在初学 尤其是新的概念 一定要再三确认 那个基础 它是很稳固的 好 那日后就不容易犯错 好 所以如果是针对重要的基础的 第一次的概念的学习 我都会去做出简单清晰的步骤 然后要求学生把这简单清晰的步骤 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这是在教学上面的应用 对不对 你就会去想到这件事 那还有比如说 你在班级经营的时候啊 那个同学的伙伴关系 比如说 刚开始如果 如果这两个人 你就会发现 一开始就会有口角 或者是两个会相处不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两个就是磁场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 你就不要在任何分组上面 尽量去错开 那除非你有特别要去经营 你再把它放在一起 那不然就尽量错开 只要错开 上课就会很顺 也避免其他客人老师的困扰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发现有小小的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会造成日后的影响 那你在那个最前面那个小事 就要特别去注意 所以小吵架就要 一刚开始就要处理 以免造成心结越来越大 那这个学生还好 那家长更恐怕 更可怕 所以家长如果之前 因为学生产生一些小隔阂 你一开始就要去化解家长的隔阂 让他为了我们教学 为了学生 他是共同目标 为了共同目标 我们要相亲相爱一起努力 对不对 所以你在教学上 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会想出一些应用 包括像行政上 小细节 你就要特别的去注意 甚至这小细节有可能会决定成败 比如说你安排一个活动的时候 那什么叫小细节 你要问有经验的人 什么是小细节 比如说你邀请的人 邀请了长官 你没有经验的人 就是只要是长官我都邀请 对不对 但是你问一下有经验的人 他会跟你讲说 那个派系要注意 如果你邀请了谁 就不能邀请谁 因为如果你邀请两个人一起来 两个人就会 就会互相 就是有一些成见 他就会想 那个A议员已经来了 那你这个就不需要我协助了 你就会弄坏了跟B议员的关系 那B议员也会看到 A议员有 B议员有来 那我就不用协助你的 那B议员去搞就好了 那你就拿不到 相对应的协助 对不对 所以就会有一些奇怪的 你会有遇到的东西 你就可以应用在这边 日常生活里面就会想 原来那个谣言 有没有 谣言其实就是 那个蝴蝶效应 所以人言可畏 那个传到后来 都会越来越不像话 本来可能只是 没有问题 或者是 只是讲话的面向不一样 或者是很小的问题 可是传到后来 都变成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家都会加油天出 那所以 这种东西就不要去亲自 不要去亲信 那一定要亲自求证 所以当你有了 你的脑袋里面 有了这些监控的机制之外 你就会发现 哇你对这个蝴蝶效应 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它可以跟你的生活做结合 而且可以用在你的所有的教学 行政 日常生活里面 然后 这些东西你都明白清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变宽广 变了宽广之后 你最后就是要去执行 要按照这些原理原则去执行 所以 你跟一般人的不同 如果你要跟他们不同 你就是要做到后面这些事情 好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在这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小练习 好 各位 我们请开到那个每个理论做分组的这个jembo 我把 我把那个位置传给各位一下 好 请各位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jembo的位置传在讯息里面 请各位到讯息里面 好 欢迎进到这边 请各位来这边 好 各位 这个是我们 针对上次学的那十大理论 十大理论 那我想各位 我刚刚也稍稍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了 简单的说明 那所以请各位 这里第一张是蝴蝶效应 这边上面有叶刺 第二张是刺蝟法则 第三张 羊群效应 四张青蛙现象 好 这边总共有十张 那麻烦各位 十张 请你针对你想 你想练习的 不一定大家都练习第一张了 你觉得你对哪一个效应比较有感觉的 请你去贴一下你的便利贴 好吗 你从这边复制 这边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去做点两下直接编辑 可以的话 请你把你的名字加进去 加进去 如果我发现哪几位老师 每次都有回应 而且回应的非常多的 我可能会另外再加码 就是不用抽奖加码送的部分 好 那老师也可以从便利贴这边 直接点一下便利贴 然后选个颜色 直接去key in 然后按储存 按储存之后你可以移位置 看你是放在哪一边的应用 想法 你的想法你的应用 好 请各位老师自己练习一下 好这是要练习的 好 因为不管我跟你讲了什么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去练习的话 都不会变成自己的工具 那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 这个是最重要的练习 那刚刚我已经在你的脑袋里面 脑袋里面我已经 已经把那个毛给放进去了 所以你呢 会 会去想象 我学到今天学习到的东西 在教学上面 在行政上面 在日常生活上面 我是可以怎么用 或者我可以怎么对照到日常生活的教学 教学啊 行政啊 日常生活里面 我对照到哪些现象原来就是这个原理 我已经把那个锚点给各位放进去了 那请各位呢 就就你喜欢的那一个原理原则 请你去想一下你的日常生活 有哪些是这样的现象 你自己去贴一下好吗 不一定大家都贴第一张 你可以贴其他的地方 那这个jembo呢 大家分享的这个jembo 他是可以下载的哦 如果大家都今天研习结束之后呢 你想分享 你想 想看到大家的这个心血结晶 有一些 有一些获得 你可以在 jembo的这个右上角 这里点点点这边 他可以下载为pdf 那因为我连结还开着 那连结还开着 那连结还开着 如果你今天研习结束之后 你也可以有想到什么 你再继续丢进去 那你也可以把这些 这些jembo分享的内容 把他转成心字图 把他转 就是转复制到你的心字图去 变成一张心字图存起来 那我们今天用jembo来收资料的原因是因为 对 其实心字图在共作的部分 并还没有发展的很完善 那目前可以共作的心字图 像那个cargo cargo应该是唯一可以同时共作的一个 心字图软体 但是呢 因为cargo它是google共作 它的那个人数有一些限制 如果人太多 你就会觉得他很当 就会觉得他很当 那其他的心字图呢 有共作的部分都没有办法同时的共作 比如说gitmine 他同时间只有一个人可以修正 所以我们会使用变形的这个jembo jembo也是心字图的应用 那包括那个什么你外面听到的kj法 还有那个什么头脑风暴 那个都是属于心字图的应用 包括曼陀罗也是 好 那所以我们用jembo来收集一下资料 那各位可以尽量发表 因为你发表的东西别人都看得到 别人发表的东西你也都看得到 这是大家心血的结晶 这有点像读书会也可以这样用 读书会也可以这样用 记得各位你的发表内容要改成你的名字 改成你的名字 可以一边看 比如说像其他的也都可以讲 什么刺猬法则 比如说那个彭老师就在刺猬法则里面就讲到 像学生常会惹你生气的 有时候你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距离 尤其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 要等他冷静下来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在思维法则上面的一些 跟现实结合的理论或者是应用 现象的探讨 每一个都可以写 那羊群效应你看 所以以后这个Mavis Mavis老师他就说 你看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饭 为什么吃饭你们都找有人排队的地方去 因为羊群效应 如果说这个人有经验 所以他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去吃他吃过他才会知道这里好吃 所以这边就会很多人 所以你去排队跟着大家一起排 应该不会太离谱 对不对 其实你真的去日常生活中你试试看 你去找那个没有人吃的地方去吃 真的还是蛮难吃的 那你去排队虽然有时候要花点时间 但是真的那个品质水准真的是不错 那所以你要怎么去利用 各位你要怎么利用 就是利用口碑这件事 比如说你觉得什么东西很好 或者你想做一些行销 其实这个部分我也用的很多 我会到脸书上面去贴 去那个比较大的社群上面去贴 比如说我发现Xmine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那所以我就到社群上面去贴一些简单的分享 那大家看到我的分享 那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算是指标性的老师 那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分享就会想去试试看 那去试用了一下 发现真的还不错 大家就会一窝蜂的人就会去用这个东西 那这也是羊群效应的一些应用 那如果将来你开了店 你开了某一些店 你就会想要做什么 行销嘛 你就干脆我找一堆工读生来我的门口排队 排出一个样子之后 我把照片到脸书上面到Instagram里面去 我就贴照片 然后找网军做行销 这时候就是启用了那个羊群效应 对不对 启用羊群效应 大家哇这个这么多人讲不错 那我就来去试试看 所以你看这些理论你看多好用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老师他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很厉害 他讲的话有人听 那是因为他讲的话 他做的事是有效的 有效的他分享 这个是直销传销的概念 老鼠会的概念 所以我们也常常像我在推广科 科技教育 其实我最常用的就是 我先搞定keyman 各县市的keyman 我知道各县市有哪些重点人物 很厉害的 那我就把这些领头羊给抓出来 所以我在成立自己的团队也是这样 领头羊我把它照顾好 然后互动分享 然后有一些好的效果 好的设备或什么 就优先来帮忙他们 对不对 那这些羊群照顾好之后 因为他们在各县市也是属于领头羊 因为各县市老师会听他的 他在各县市的人脉多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都是属于羊群效应的部分 那所以呢 我们在像班级 班级在教学的时候 我常常会去寻堂 都会发现这个小朋友 他写这一段程式 他写的很有效率 那我就会把他的方法拿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就可以模仿学习 那这个也是教育心理学上面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效应去了 反正就这个都 这些原理都有共通的部分 那尤其像那个青蛙现象 各位在教学上面 这个跟近代发展区有关系 跟音价效应有关系 跟运算思维系统拆解有关系 如果你要推一样事情很难 你就把那一件事呢 做系统拆解 分成好几个小项 那每一个小项分解到很简单可以执行的时候 你就一次只推一个小项 大家就会觉得很容易 对不对 那你下次推第二个小项 那等你每一个小项目都大家都会了 你就发现大家其实就已经到达那个你的目标到达彼岸了 因为这十个小项目你都会了 那我要从A到B 其实就是这十个小项目堆叠起来 所以你在教学上就可以应用这些的原理 各位你就其实你今天上完今天的课 你会发现不管是教育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还是你的什么教材教法 社会的一些财商课程 什么宗教的一些理论 你会发现世间万物好像原理都相同 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用了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高层次思考 你用了我刚刚给你的那个厚色认知 我在你的脑袋里面打了几个钢钉 你以后你以后你看到什么事 你就要去想象 我在教学上可以怎么应用 怎么对照怎么应用 我在行政上可以怎么对照怎么应用 我在日常生活中哪些是这样的现象 那我可以怎么用 你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会过得很顺遂 顺遂哦 你的教学会很厉害哦 你的行政会一级棒哦 真的我没有骗你哦 我这 我从进入教育界之后 去学了新制图之后 我这样一路上来 这是我这二十年的精华 如果各位我这二十年的精华 如果要浓缩成最有效的学习 最有效的方式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其实就是 新制图结合后摄认知 好 那我们再给各位两分钟 可以贴一下想 想一下平常你的生活跟哪些东西是有相关的 哪些可以应用的 好 那这个一定要练习 一定要练习 因为这个跟你的未来 他一定会翻转你的未来 不是只有翻转你的平常的教学 不是只有翻转你的行政工作 你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在学校教学的老师 你在职场也会用得到 你平常的待人处事 你学了这个方法之后 你慢慢的做事会越来越有系统 你的想法会越来越有系统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强调各位一定要练习一下 好 那我们各位可以想的就一边想 好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 各位老师喝一口水 然后上上厕所 我们11点26分再回来可以吗 好 11点26分再回来 那如果还要继续贴的老师 也可以去继续贴一下 那没有贴的老师也可以看一看别人的分享 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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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就是休息完了喝水喝完的上厕所上完的可以继续贴那个部分 因为这个练习其实就是我今天给各位最重要最重要的练习 就是你要常常去思考 思考是有方向性的 连结日常跟想象应用 好 还有四分钟 好 那还没有签到的老师 好 讯息列上面有签到的连结 请各位至少把名字留在上面 那我们等下在结束的前十分钟我会抽奖 会抽奖 那抽奖可以 我们就找 抽几个呢 抽抽 抽五个好了 我们抽五位老师 好 我会亲自烘焙咖啡豆 答谢五位老师 所以到时候那个抽奖的五位老师 你抽到的你要把你的姓名联络的电话跟寄送的地址 要把这些资料留给直接讯息给我 直接把它用脸书的讯息给我 或者是留在那个通讯栏上面 或者是LINE我都可以 然后各位在GEMBO上面贴的 因为上面有名字 对不对 我会去找那个名字次数最多的老师 我会另外再加码 这老师就不用抽了 但是你必须要得到前三名好了 前三名 我会另外再分享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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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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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时间到了 好 那么 我们就很简单的稍微看一下 刚刚各位分享的内容 我就随便挑了 随便挑 我就直接 我看直接挑那个最大张的好了 好 人言可畏了 叶老师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千万不要亲信谣言 一定要自己亲自求证 这种尤其是在平时很好的朋友 有可能会因为那种不像话的谣言 反而就好朋友就没得做 可是如果你亲自求证你会发现 根本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 就可以挽救你的朋友的这个友情 好 所以像郑老师就是小事处理好才不会变大事 所以前一阵子 我 我 就上 也是上上个礼拜 另外一个学校老师也是有讲心智图 那他们就是 小事 学生的小事没有处理好 所以后来家长就闹到学校里面 就要做那个 后面的更大的处理 更不好处理 好 那个刺猬法则的部分 那洪老师就说 跟学生可以 就是常常会生气的 有时候可能要保持一点距离之类的 然后 黄老师面对刺猬人格的特质 所以有时候该保持距离 就要保持距离 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 就不要去踩他的底线 好 那洋群效应呢 叶老 叶老师 就请那个网红来打卡 对不对 这很好用 或请电视台行销 大家就会一窝蜂的去排队去买 对不对 然后这个 Berese Yang 不好意思 我英文不好 在一个学年中 如果资深者已经发言 其他同仁就会顺应意见 而舍弃自己的想法 对 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行政的领导者 比如说如果你是校长 那如果你是校长的话呢 如果你觉得他的想法不对 你就一定要安排装脚 去做另外反向的陈述 或者你就自己就要站起来去反对 因为如果没有人反对 大家就会跟着走 所以这是老师的分享 另外就是 你们的英文名字都好难念 所以 疫情老师不想举行班亲会 都只想指本宣导 所以宣导的时候 老师都没有意见 但是因为有老师鼓起勇气提出想法 多数老师就会出身附和 所以其实你可以安排一些装脚 对不对 像兼行政的主任或老师 有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处理比较细致的问题 当我们在推动一项业务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 我可能就会私下找一些装脚支持这个理念的 我就会请他在会议上面可以代表发言一下 那甚至如果他不好意思讲 我就直接点他名字起来 那他就会讲一些他的想法或公道话 那其实就会蛮好用的 因为其他人都没意见 那没意见也或者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些人的想法 就会对大家会有一个锚定的效应 会有一个羊群的效应 会可以参考 那青蛙现象 黄老师 星光散热三把火 对不对 短时间多项措施会引起反弹 所以呢 通常那个新冠上任 就是会逐步慢慢的推 刚开始先认识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推 好 那比如说碾鱼效应 黄老师 比较被动的学生 因为没有受到刺激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团队里面 安排一些新的有活力的人 他就会可以带出不一样的内容 或者刺激 这些比较传统的想法 好 那个二语法则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小强老师 所以该停损的时候要停损 所以像我们在 常常在推这种教育的 有时候真的要看一下健康状况 就是 你虽然很努力 东西也很好 真的你去推 学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帮助 其他的牦牛一起下来 当很多牦牛一起下来 管真其他的方式小强老师的分享 所以你要做事的时候 你先找有决策 有影响力的人 就可以很容易搞定80% 这个希尔老师的看法 然后破窗理论 共用的客人教室 如果很容易被弄乱 那就要及时的整理 因为接下来的老师 如果看到这个教室很干净 其实他就会好好的维护 如果看到这个本来就乱 那我就再弄得再乱一点也无所谓 所以这是在教学上面的一些应用 然后手表定律 就是教家长的步骤内容要协调一致 然后上课发言要先举手 才不会七嘴八舌 然后木桶理论 那个何老师 那个调皮的学生 请贼先请王 先搞定最皮的那个领袖 其他的都会听他的话 或者他已经被搞定了 其他人就不敢造次 对不对 以上是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 那我想很多老师都陆陆续在贴 那各位就是会后 就是研习之后呢 这些都是大家的心血结晶 你可以在右上角按右键 按那个点点点就可以下载为PDF 就可以下载到自己的资料夹去收藏 好 那这个部分我想就先到这边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了 接下来是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再提醒一下各位 初阶的部分 你就是把那个要常常提醒你脑袋里面要思考的那些关键的面向 就要时常的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你就去想象跟我的工作 跟我的教学 可以怎样的发酵 跟我的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是可以连结的 哪些是属于这样的现象的 当你连 当你很清楚明白知道哪些现象是属于这种原理之后 其实你对这个原理的了解才会更深入 就是小故事大道理都是相通的 那当你通了这些核心的原理道理之后呢 你再去想象它的创造力 想象它的应用 还能用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后面的应用跟创造 那唯有这样的 你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你的人生才会不一样 所以我相信今天上完了 今天的这个部分 很多老师的人生 你的教学会慢慢的开始会不一样 那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老师把这些 这个方法可以教给学生 当他在学习的时候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 有哪些事情是要在他脑袋里面 种下那个那个茅点 要考虑的事情 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学习的方法之后 他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我再讲一个我孩子的例子 我孩子学画画 我的大女儿 他以前都上那个绘画班 那绘画班一开始都是上树苗 然后再上水彩之类的 那有一阵子呢 其实他中年级有一阵子 他就卡住了 老师也发现说 那个画室的老师就跟我说 他好像卡住了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 女儿自己也觉得那个奇怪 好像就怎么画 好像都不会进步 那也不知道卡在哪里 好那所以 那时候呢 因为我那时候在道香国小 那我们学校常有办那个 帮县里面办那个绘图比赛 好那绘图比赛呢 我我们主办嘛 所以我会跟那个评审 因为我也负责评审组的工作 我就跟评审聊天说 你们看那个画画比赛啊 你们评审的观点 会注重的点是在哪里 那就有一个评审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就是看几个点 就是比如说 他的构图 他的构图是 他的构图怎么样 就代表你对这个构图的一个想法 然后会看他的色彩 根据色彩 我就能知道他的 小朋友的心理的想法 他的甚至他的生活的背景 是乐观的 还是富有想象力的 他平常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所以就会勾勒出几个关键的 的重点 那我就把这个关键的重点跟我女儿说 其实评审老师 在看作品的时候 他其实注重的就是这几个重点 所以你在画你自己作品的时候 你脑袋就要去时常去想到 我自己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我的构图 我不OK 我的色彩 是不是OK的 我的线条 能不能表现我的想法 所以当他的脑袋里面有这几个关键点去锚定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骗大家 我女儿从那时候开始 突飞猛进 突飞猛进 他在画室里面 从那个一般般 然后卡住的学员 然后变成他是画室里面前面两位画图 非常的棒的 的学生 然后那个老师也跟我分享 老师跟我分享 说他奇怪 从那一阵子之后突飞猛进 然后他是属于那种概念派的 他不是画得很细致 但他的图适合远远的看 会看得到他的意境 所以我女儿从那时候就开始 做这样的转变 那其实跟这个后色认知 跟我给他脑袋的这个锚定的效果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后来他也上那个花女的花花班 后来也是那个什么 繁星计划就直接上台艺大 就到板桥去读书了 所以每次我去看我女儿的作品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 就有那个意境在那边 就跟别人就不太一样 就他已经会有自己的想法 去注重这些事情 而且不需要人家提醒 他可以自己提醒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拥有了 当你有了后色认知之后 你就会拥有自学的自治的能力 自学的自治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会讲比较快一点 比如说我再给各位看一个档案 各位也常常去看那个 常常会看杂志 各个都教育人 有时候常常去看一些教育的杂志 对不对 或者是网路上的一些评论 以前我会常常去那个书局 以前我常常会去书局 然后那时候就没有买杂志 我就直接去翻杂志 翻杂志就会看一些人家的评论 重点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摘要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一般人就是看完就看完 所以我知道说 那个Google上面 对K12的教育趋势 他找出了八项重点 那一般人也就是做到此为止 我把重点都摘录出来 对不对 那但是我就会不一样 我就会想说 针对比如说 那个生活技能跟劳动力的准备 这个是未来教育的重点 对不对 好那针对生活技能跟劳动力准备 在我的领域 我要如何去因应 我就会把这个因应 我就一定会多这一个项目 然后我就会想 想说我能够管理到的 我能够作用的部分是哪些 我就会开始去想这些事情 比如说未来的生活 你的生活技能跟劳动力准备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后教育会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那所以在我管辖的领域 技职教育 他应该是要向下延伸 所以我们要向那些创客的东西 就可以开始往国中小去做一些试探 然后呢 其实你的主管单位 我是教育主管单位 在教育处协助服务 那辅导员嘛 然后或者是老师 你真的你要教学生的能力 你要教学生的东西 就不会是课本上面的知识 我不曉得各位老师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反省 现在的知识要取得 其实非常容易 你到Google上面 随便Google关键字 就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 然后甚至详细到 你上课都不用讲 学生一看了就会 那面对这样的时代 那你教出来的学生 可以应付20 未来出社会20年以后的技能吗 不行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要教的应该是20年 他出社会都能用的技能 那什么叫出社会20年都能用的技能 各位你有没有 在教学的过程中 有没有把我们这些教学学习的方法 教给他 后社的方法 有没有教给他 刚刚那个jembo里面 后社的方法你有没有教给他 你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象 我自己本身的关联 跟我未来要怎么去应用 对不对 这些才是真正能够 对他20年有帮助 未来20年长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给他一个 快速自学的方法 所以你一定要教他心智图 所以他不需要学科 科科领先 但是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未来是一个合作的社会 所以你看当我有这样能力之后 我未来去看任何的事情 我都会去想这个东西 我都会去想我的能力范围 我的业务范围 我要做什么 这才会是重点 这才会是重点 像我也整理 因为我常会看很多文章 所以我会整理很多关键能力 然后各个单位提出的一些关键能力 4C 然后Gardner的那个多元智慧 还有提供给教育的建议 台湾教育白皮书 什么 然后K12愿景 然后我就会整合出我们自己花莲县的愿景 各位下面这三个是我们科技领域常在讲的3C 4C能力 5C能力 但是他们都没有讲到什么 快速自学的学习力 这个才是真正对教育有用 各领域都用得到的 所以这是列为我的个人的重要的重点 然后云端 云端使用的能力 程式力 这未来远距时代 一定要具备能力 创造力 逻辑力 合作力 所以 当你有了这个愿景之后 你未来接触到任何事情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那我今天知道这些事情 我在这方面 可以提炼出哪些重点 是我可以做的 我在这个重点 提炼出哪些重点 是我可以做的 这才是更重要的能力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跟各位做分享 那接下来 已经46分了 太多要讲的东西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jembo我就不继续练习了 因为这跟刚刚上一个练习是一样的东西 我想我把后面的大概稍微带一下 我就不再继续做练习 所以自主学习力的练习 其实就是你成为教学霸 成为行政霸 成为学习霸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那重点就是你要去探索自我的连结 然后还有创造未来的一个素养的 创造未来的应用的能力 然后所以这里我给各位五个步骤了 脑袋里面要习惯监控这一件事 那你有了监控的内容之后 你常常要利用这个监控的内容 去想你所接触到的任何事 那你常常自律 我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要去想这件事 要自主做这一件事 你能够自律自主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跳脱 跳脱自我的想法 然后前面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你的智慧 然后最后你就 你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 有了自己的智慧 你其实就会真的会开悟觉醒 所以这个都是要练习的 好 那网路上有一个大古详品 九宫格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简单的 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那九宫格呢 曼陀罗也是 各位曼陀罗也是新制图的变形应用了 所以当他有一个理想 有一个目标要做的时候 他会把中心思想 中心想要做的目标 写在中间 然后做第一层 好 比如说他想当八个球团里面的 第一指名的这个投手 那他就要针对这八个面向去做努力用功 只有这八个面向达到第一的时候 他才会变成所有球团里面的第一名 好 所以那针对八个面向 他在做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就是比如说控球的部分 他把他延伸第二层次再做一张新制图 针对控球的部分 他要学习怎么稳重心 怎么消除他的内心的不安 怎么控制自己的心理 等等等 这八找出八个重点 然后这八个重点平常就要去做练习 所以这个也是新制图的应用 那这各位就自己去参考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刚刚后面的部分 好那我其实给各位的那个例子里面 我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常常要给学生有目标 有目标之后学习才会有意义 那他才会很努力 自己很努力 所以我再给各位的档案里面有一个 我要成为游戏设计师 我放在第二次 第二次的人生规划里面 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初始的想法 就是当他有目标之后 这平常其实像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 生涯规划的课 其实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练习 他当他有一个目标之后 他上网去查了一下或者上那个什么 111 他会知道说社会在求什么财 对不对 那他想做什么 他就会知道说想要当这个设计师 他必须要有哪些能力 他把它列出来之后 稍微google一下那个能力 或者是平常想一下这个能力会需要哪些比较细部的能力 那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可以开始产生规划 所以第一步先了解他的目标 了解目标之后呢 第二步规划 你就把它重新再拉一下 这是原来的内容 然后你多加了一个内容 把它归在内容里面 然后我刚刚讲的很重要的部分 你就要开始做规划 对不对 所以你把那个会写脚本这一部分 就加了一个规划的连结 加一个规划的关键字 然后你就分国小 国中 高中 跟平常我可以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把 刚刚那所有的能力去猜 就可以猜出你国小可以做什么东西 高中可以做什么 然后呢 平常可以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 所以你要为了要达成你未来的目标 未来的人生目标 其实平常就可以开始做了 其实国中小就可以开始做了 为了训练我的说故事能力 学剧本能力 我平常我作文演说 说故事能力 国小就可以训练啊 做文课我就多上点心啊 对不对 我就对那个语文 作文老师好一点啊 就可以常常跟他聊天 获得一些关键能力 甚至把他当作你变成之后的人脉 以后有任何事情可以问他 对不对 好 那平常也可以做什么 平常我打电动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写个简单的部落格 或者是直接录那个YouTube 录影片 做网路教学 那这些就可以在平常累积你的能力 好 那你就可以去做拆解 好 你就可以去做拆解 那所以拆解完之后 你就可以整理出一个清单 我现在 这是你刚刚那个目标的部分 好 我先先把它收在一起 就没有在做 这边做一个示范就是 好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具体努力的 努力的一个清单 然后是可以有具体行动的 好 所以你就把它列出清单 那这个清单是要印出来的哦 好 印出来你就找一个资料夹把它放起来 然后平常呢 好 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想到就把它拿出来检视一下 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你可以列入PDCA 刚刚讲那个 就是执行力的一个检核流程对不对 PDCA 所以你刚刚已经有了Plan 那你就平常就会去度对不对 那度了之后呢 你有时候想到把这一张拿出来 check一下 这个我读过这本书了 我做一个标示打个勾 或者说我发现哪一本书在这个部分不错 我就在多个节点把它key进去 那我常常去学3D雷切 那我已经 我觉得我TinkerCAD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只剩一点点 那我就平常可以再去继续接触 那哪些做好了 哪些还没做 你就一目了然 那哪些根本连碰都还没碰到的 就会提醒你自己 哎呦 我这个还没有去碰到 所以我以后脑袋里面要去关注这件事 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就不要放弃 哪一个跟哪一个特别有关 哪一个特别重要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突然发现这个特别重要 那我就给他加上红色的字或什么 然后你又发现哪些东西 其实零碎的时间就可以拿来用 你就加个注解 括号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check的动作 那当你有这个工作清单的概念呢 你就会拥有你的自学里面的自制能力 你就会知道你什么事做了 什么事还没做 那我在剩下的时间里面 我哪些先做哪些后做 就会开始有了新的调整跟规划 好 再来呢 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如果这件事真的对你来讲是人生的目标 我会建议你 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摘要之后 把它印出来 贴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比如说床头 比如说冰箱上面 比如说化妆镜的旁边 那你每天起来你就会看到这个 看到你的标题 我想成为游戏设计师 然后可能就会干掉 就会干掉 我平常要常逛一些摊位 就会稍微提醒一下那些重点 重点是这个东西会成为你的 每天看得到的东西 它会有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 就是你每天你的心理 你的脑袋就会随时去监控 有了这个心理暗示 脑袋会自动后摄监控 所以你以后任何事情 甚至你走在路上过个斑马线 你可能就会去想到说 我看到红绿灯在动 那我如果是一个游戏设计师 我这个红绿灯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怎么样应用 或者这样的一个原理 我可以怎么样应用 就去想这些事情 当然我们不鼓励过斑马线的时候 要去想这些事情 我只是举例 所以把它印出来 贴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这一件事很重要 是心理暗示 跟后摄脑袋自动监控的部分 然后而且你有了这个心理监控之后 你会常常的去做行动跟行事的部分 时间快到了 好那我想后面的部分 我就各位看 这个新制度我有给各位 各位就是自己看一下 大概会了解我的意思 那我也把重点都给摘要出来了 好人生的规划就这样 好PTCA 你那个目标出来 你先做简单的拆解规划 然后就开始去执行检讨反省 好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PTCA放进去 好然后在像我们一般安排演讲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也会先想说我要讲哪些内容 好我会想哪些内容 然后讲了哪些内容之后 我就心制度就会拉来拉去 会做一点调整 好那所以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我就会想说 那讲这些内容平时无奇的 平凡无奇对不对 那我就会想说 我要怎么去做调整 去吸引观众的讲法 好就会把那个心制度做一点 拉来拉去重新再整理架构 然后再来我会做一个简单的聚焦 就是每一个就是你复杂之后要再简化浓缩 最后会有一个聚焦跟回顾的重点 然后最后面会去安排那个 新制度每一个重点的时间 这样子就可以整理出你的演讲的规划 或者作文的规划 你的演讲就会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后后其实后续我都会用一个故事 讲完那个故事 然后把那个故事的重点提炼出来 然后到最后我就会把整个大架构 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把重点再归纳一下 这是我目前用的一些方法 然后运算思维这个部分我想 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就不再讲了 好然后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运算思维加新制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翻转你人生的一个方法 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 好那比如说一些课程的设计 用设计思考怎么去改编 然后自我成长的部分刚刚有稍微提过了 好那我想最后的时间 各位 各位请进到我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jembo 我看一下那个浏览器我贴一下位置 好这是我现在在讯息列上面放了最后一个jembo 那麻烦各位进来一下 不好意思可能会有点超过时间 好内容会是 不是这一个 好最后这一个 各位经过今天的课 各位经过今天的就是我跟各位的分享 还有上次我跟各位的分享 各位进来之后呢 这一个我把它叫做333的学习单 好那里面三个重点就是这两次的课 我学到哪些东西 好你讲重点就好 讲关键字重点就好 我学到哪些东西 不管是知识或者是技能 或者是想法 或者是观念 请各位就贴在这一栏里面 然后呢 你觉得第二栏是我探索 就是生活上面有哪些是属于这样的事 跟我生活的关联 好所以我这两次学到的课 跟我的生活有没有关联 那如果有关联的话是哪些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想象 我可以怎么用 我可以用在哪里 好请各位不吝指教 写一下你你的这两次上课的一个简单的想法 请各位一边贴 然后我一边来准备那个抽奖 好不好 好那各位请一边贴 一边想一下 那我把那个 我准备一下抽奖的内容 好那我抽奖的内容呢 我是使用 我们普兰克 熊哥 熊哥所发展的 的那个抽奖的 那个很好玩的 一个 戳戳乐 好 各位一边写啊 我一边戳戳乐 好在戳戳乐 其实它是网页的档案 好当我按go之后呢 我可以在输入的地方 把这个资料 换成大家的名字 直接贴上去就好 好直接套用 好那你有多少人 它就会产生出多少格子 好各位我们来抽五位 那这五位呢 那个我会请简老师帮我记录下来 那五位老师就是被抽到的老师 就麻烦你把你的姓名 你的 你的 你的姓名 电话跟寄送的地址 看是讯息给我 或是 直接 直接给我好了 不要再麻烦简老师了 好我们来抽第一位 好 唐老师 唐延慧老师 好 好我们就继续了 第一位唐老师 第二位张云之 张云之是我同事 我以前的同事 恭喜你 恭喜你 好第三位 秋秀岳老师 好 秋秀岳老师 第三位 好 第四位 徐瑞梅老师 好 恭喜得奖 最后一位 好 好 秋千奇老师 好 以上五位老师 好 感谢你们参与 感谢大家参与我的课程 那这五位老师 你要记得给我资讯 那我会把我烘好的咖啡豆 各位可能要等一个礼拜 我烘好的咖啡豆 会寄到斧上去 给各位 给各位这个试喝一下 试喝 品尝一下 那另外那个 我会检查这几次的 那个jembo 就是在上面 有最多回应的老师 我会把你挑出来 前三位我一样会送 那各位就不用 前三位 那个有回应的老师 你就不用去列入抽奖的部分 那所以这时候很多老师 开始冲 冲冲爆了 好 那我想我今天的研习 因为真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分享到这边 那因为我校还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研习要讲 所以我就不能再拖时间了 那我把时间还给简老师 那个 谢谢文盛老师 跟各位老师都很捧场 然后尤其是那个文盛老师 真的像一个大宝库一样 而且他所有 几乎所有他讲过的 场次他都会把影片再分享出来 那这一次我这边也有录影 但我们到时候还是会再分享 那文盛老师因为下午还有 还有一场那个要讲那个Sinterkate的那个 演习 那所以我们就 今天演习就到这边 那我们方方面就是我们大家 就是开个镜头 我们给 那个文盛老师一个掌声 谢谢他 在假日真的礼拜六 他上午下午都奉献给我们教师的真能了 然后他就是 就文盛老师有一个 那个我非常感动 他希望全台湾的老师都获益 全台湾的小孩都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 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这样子 那我谢谢文盛老师 这样 谢谢各位老师 今天假日波容来参加 然后之后 关于还有其他想知道的部分 如果文盛老师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再开演习这样子 那文盛老师也要把身体保重 但我们才可以一直有很好的演习 高品质的演习可以听 好 那今天的演习就到这边 那谢谢文盛老师 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参加 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离开会议室了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有一位陈老师有问题 是 请说 对 请说 那个老师开麦克风直接说好吗 或者老师不方便的话 有打字的也可以 好 好 那 哦 没关系 没有开麦克风没关系 这是说 就是我们这比较弹性 有签到我这边就可以核销了 银智老师 你也可以在讯息列上面打也没关系 那个陈秋 这个字怎么 陈老师 也可以直接讲 好吧 可以直接讲就直接讲 不能直接讲就在讯息列里面来说 有吗 陈老师 不要客气哦 好 如果各位没问题的话 如果日后有问题 反正我的脸书是24小时全年无休提供服务 那你就是在 呃 在我的脸书上面直接讯息给我就好了 好感谢老师 感谢大家 拜拜 好 拜拜 好 另外延期的话就是 邱老师或我的脸书 我们都会在公告这样子 我之后再跟文思老师敲 那文思老师先休息了 不然你等一下 接下来下一场 你要马上开始了 对 不然你先休息 那我就怕回忆灌掉了 OK 拜拜 拜拜 拜拜